今天這個影片主要是要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111年小型農機補助第二階段準備交機的狀況 很多農民看完我們上一個第一階段交機影片之後 也趕快去農會申請QR Code的部分也都順利有通過 所以第二階段這個量也有增加上來 首先就是看到我們這些大順的雙輪式的中耕機 TS700K 後面最右邊是我們一樣是大順的雙輪式 然後它是TS899 它是屬於比較輕量化的雙輪式中耕機 那700K是屬於比較重型的 再來就是第二階段的這個單輪式 它本來是單輪式的這個TS688 單輪式的中耕機 那第一階段其實是628N就是我們後面 後面最右邊這兩台呢 就是我們的628N 這是上一代的這個大順的單輪式中耕機 那它後來出的這個688N的這個銷量也變得比較好一些 那第一階段 那本來應該是628N比較多啦 那第二階段變成是688N比較多一點 好 然後呢這個展農 展農一直都是 好這個農民都了解到就是 屬於老牌子了 好還有我們的文風牌 農風牌 然後還有我們的利虎 好利虎 好還有非常多的這個中耕機的這個品牌 大家都可以做選擇這樣子 那講到一些私肥機 這個其實我們這個上一個影片的都已經介紹過了 好就是共立的DMC800 好然後晚山的0735 0735W 好這是全日本製造的 好整台日本是要進來的 然後還有我們台灣的豐田牌 好這是我們豐田牌的這個噴霧機 好它的價格就比較便宜一些 好也非常的耐用 好然後這次呢第二階段呢 非常特殊的就是我們的本田 本田終於有進行測試了 那這台是它的三應級的抽水機 好三應級的抽水機 那因為這台呢是泰國廠的 好所以在台灣呢就可以進行測試 好那也順利在第二階段通過了補助 好這台就是 這個本田 好整台是HONDA原裝的 好然後它是泰國廠的 好 那眼前這台呢就是我們佐藤牌 好佐藤牌的這個手推式的割草機 好然後它的型號呢是STV460 好它是有附這個集草箱的 好然後它是屬於比較小台一點 好小巧玲瓏型的 好那它也有去做測試這樣子 那不只460那STV500 500型也有進行測試 好它就是道具更長 然後車台更大一點這樣子 好那佐藤呢這個這個手推式跟自走式呢 也是非常多人去做購買這樣子 好那今年也有農民呢 也有申請到這個STV460 好460的這個機型 好那這台也很便宜 然後也進去實惠這樣子 好那一定非常多人在問說 那個割草機的部分呢 背負式割草機 好那我跟大家講一下這個 先講汽油的好了 那第二階段的話呢 我們這邊主要就是日製的 像是卡子這個部分 好賣得非常好 賣得非常好 那因為這個有補助的關係 大家就會買這個全日製的 好全日製的 那有些少反而是那種 就是日本引擎 然後台灣割草機的量 就會稍微降低一點 好那講到電動的部分呢 東嶺電動割草機 好第二階段 好這個突然就是量有暴增這樣子 好量就是多了很多啦 好那這個三顆電池的話 反而是最大顆那顆最重的 變得變成佔了一半 好最大顆那顆電池29安時的 反而佔了大多數人去購買 那公司這次也做不出來 好公司也做不出來 所以說必須要開這個展延單 好所以那個有跟我們購買這個 東嶺的這個客戶 我們也感到非常的抱歉 好就是必須要這個要延後交機這樣子 好那東嶺這次呢 我相信他在全台灣的量 一定也是增加了不少 好在我們這邊就是 像我們這種小小的農機行 就是這個量有比較多一點點 那其他農機行一定相對量也更多 這樣子 好那也非常感謝呢 經過第一階段有拍這個 農機補助的影片之後呢 很多人也去農會順利的申請通過 好那也有很多朋友從各地 然後跑來彰化這邊找我們購買 好那也非常感謝你們願意相信 好慶稅農機 我也會持續播出更多的 好保養的影片 然後信息介紹的影片 好給跟大家分享 好跟大家分享好讓大家 對於這個小型農機 甚至是大型農機呢 有更多的一些基本的觀念 好影片的最後呢 跟大家分享一個資訊 就是說10月 今年111年10月1號2號3號 10月1號2號3號在嘉義縣政府前面的廣場 好我們的嘉義農機展 好嘉義農機展 好那大家一定要去多看 好多了解一下現在台灣的農機 有什麼新的機種 有什麼樣的進步 好那或者是引進了什麼 國外的新的機種機型這樣子 好那我們也會 我們慶稅農機的也會去那邊 好去看一下現在 各個廠家有沒有什麼新的 新的東西這樣出來 好那OK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那我們就是嘉義農機展見囉 好拜拜 好